《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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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三月的学运是 当时 在整个总统选举部分 还是由老国在选总统 在1990年后 1990年是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 因為他第一次是副總統 蔣英國過世以後他就繼任 繼任以後到了1990年要改選 改選還是六年喔 六年可是老國代選 國代選雖然有政俄國代 還是國民代表選 大部分是老的國代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不對 更重要的是說 國民黨也不是有權力鬥爭 所以有另外的人要出來競選 就是李洋港跟蔣偉國要出來選 所以就鬧了整個政治就很不穩 蔣偉國將軍在中央常會後 收到記者追問 如果有一百位以上的國大代表 連署支持他競選副總統時 他會參選嗎 總統不是有競選的 總統是候選的 我坦白地講 我今天到達會場以後 就好幾位記者問我 說聽說你要競選總統 所以我是涉嫌然之一 所以學運學生集結在中正經驗堂 然後很多的自由派學者 社會運動 或者是主張政治改革都去了 都去支持學生 可是是學運為主 學運本身就在那裡靜坐了好幾天 靜坐好幾天 就變成是台灣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學生 持續在那裡靜坐 所以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世界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力量 就要求改革了 要求改革 那政府當然也有 在這個壓力之下 政府也有些反應了 結果在折衝之後 李登輝就接近學生領袖 代表 那接近代表之前是學生先決定 要跟總統府溝通 或要求 有一些要求要向總統提出來 那可是不得其門而入 兩面接不上頭 後來在3月22還是23時間還可以去查 那天晚上決策小組就開會討論 要怎麼處理 就決定四個要求 然後要總統府答應 那總統府答應就是要求我 他那時候當學生主動聘 在前兩天 學生主動聘請五個顧問 五個教授做顧問 那他們就要求教授們幫忙去 勾募就去跟總統府接架 所以就由我跟賀德芬教授 那總統相對來說請學生到總統府來 所以這樣的話 兩邊有一個最後的決定 要進行面對面的溝通 在二十四個學校就回去各校就在現場 不是到學校了 就在廣場有二十四個學校的學員 他們就在每一個學校的學生就討論 說接不接受決策中心的這個決定 然後還要投票 我談了很久 每個學校談談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每個學校一票再來決定投票 大體上是過半數通過了 可是票數不是很好看 還是有很多反對的 可是民主的方式是多數決 那贊成說他們 自信 自信 反對說的話 總統就做了一些解說 他有些他答應做 有些他覺得有困難 比如說要廢除國大 他說他沒有權 他不可能應用來廢除國大 講了一些理由 然後像那個召開國事會議 他同意 什麼要政經改革十一秒他同意 那很抽象嘛 所以後來開國事會議 開國事會議本身就把 國事會議就變成很大的事情 確實有大的影響 可是國事會議期間 就沒有約學運的學生參加國事會議 也是沒有約學運的學生 沒有沒有 一樣一樣 這次更早 那個雖然答應開始國事會議 可是主要是找那個 那個兩黨的代表啦 社會各自業的代表啦 憲法專家啦這些學者代表了一大堆 開會只有15個籌備委員 是100多人開會 那邊是大人的會議 小孩沒份兒 有學生代表 可是這個平平的學生代表 不是學運的學生 另外去找了學生代表 那學運代表跟你沒有作用啊 所以那個會開到後來就是 連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胡佛 他是憲法專家 他是籌備委員 到後來他就宣布退出 甚至於另外一個憲法專家李鴻錫也退出 楊國書也退出 學者就退出 學者已經發現 學者在那個場合沒有用 人家都不聽你的啦 是兩黨的協商 所以他們就退出 那一年就開國事會議 決定要修憲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二年就修憲會議 所以那個變成是有它一個重大的影響 修憲到底不對 是很多還不對 可是他至少修了 修了整個政府就變了 整個政府的體制各方面都變了 所以三月學運是帶動了這個國事會議 以及後來的修憲 雖然學生沒有自己的參與 可是是學生發動的 所以你最近還聽人在講 國事會議是學運要求的 所以那個還有它的影響 之後呢 學運之後我們剛剛講 國事會議當然是有影響了 對不對 來自於政治經濟改革方面 也可能受影響了 甚至於因為國事會議影響了 後來整個政府體制的改革 所以來自於推動整個台灣的民主化 很有幫助 比如說包括立委的全面改選 國代改選 那就是後來國代被廢掉 所以學運期間沒有廢掉 回到192000年還是被廢掉 那當然十幾年以後了 沒有十幾年 大概差不多十年以後了 那所以他對於整個學運 對於後面是有影響 甚至很多學運的頭頭 後來就是在民進黨政府是畏懼要 畏懼很高的職位了 很多學運的學生後來變成 這個官員或立委或者是教授 所以他有他的一波的影響 現在就來說那學運之後 這個是說長期來看 那學運結束之後是不是就 學運就真的有很有影響力 然後力量就一直集結在那裡 但不是 運動一結束 學生其實就散掉了 因為本來是來自24個學校的學生 我們都各自回去了 結束之前也說我們回去再繼續耕耘 就像我們這次講 對 回去遍地開花 遍地哪有開花 那你究竟是推動改革的學生是少數了 只要是多數那就是另外一個局面 可是就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推動改革的不管是學生或者是成人 或者是知識分子總是少數不會是多數的 那多數人都是就是要維持現狀 那只有這些有理想的學生 教授知識分子乃至於社會精英 他們要求來改革改革 可是最近他們是少數 他回去之後當然他的影響力會比較大 可是他是少數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學運本身大規模學運學生運動 學生那種集結之後的影響 只能說像剛剛講長期來看 在短期來說幾乎是就不見了 半月學運後來成立了全國大學學生聯盟 全學聯 叫全學聯 全學聯有成立沒錯 可是全學聯本身就是很送展的組織 也沒有直接在運作的組織 到第二年1990年就看得出來 他頂多是號召一下大家來遊行 他們平常沒有具體的行動 因為就不可能那麼多學校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不可能一直持續的組織 那組織起來甚至各校可以說 某個程度來是湊合起來的一個組織 它本身沒有很明顯的這個政治行動 的一個綱領或者是一個計劃 所以那就是在那裡了 那慢慢這個組織後來也不見了 1991年發揮一下又來遊行 又叫政治迫害 反政治迫害又來遊行 然後就不見了 整個大的結構 就是整個國家社會 有這政治結構 它本身是一個established 它是一個已經在那裡的 已經設立了或者是建立了很久 持續下來 它是有一個很強的一個惰性 或者是一個慣性 他就要這樣做 當然因為這個做有問題了 就是一個習慣就對了 它就一直延續下來 一個政權成立 它就要下去 它一定有問題 因為當初這個威權時代 所以也不民主 甚至違反基本人權 甚至於很多那種民主社會 應該有的權利都被剝削掉 言論權 參與權 集會遊行 都沒有 就戒嚴時期都不可以 所以當然有很多問題 尤其在1990年 是在1987年之後 所以87年之前其實就有很多學運 87年之前就有很多學運 工運 農運 各種運動 把那個解嚴體制給推翻了 或者是讓它給終結了 可是就是那一波來說 那一波的大的運動 把這個戒嚴體制給解散了 或者給終止了 可是戒嚴體制不是這樣就沒有了 表面上的制度是解開來了 事實上很多具體的制度還在那裡 甚至很具體的這種政治的運作 還是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體制改革不是那麼容易 雖然好像宣布解嚴 可是很多體制還是舊的 更何況學運 或者講的90年學運 它不是革命 所以對於這個大的體制 它能發生的真正的 撼動的力量是很小的 那體制那麼大那麼久 對不對 因為開個國事會 也沒有把所有都改掉 國事會也沒有讓你參加 對不對 所以它整個體制還在那裡 就像這一次 立法院還是這個樣子 你沒說立法院變得難得那麼好 那這次監委的事情 也不是你們學運的過影響 對不對 有間接影響 可是也不直接影響 所以這是整個大的環境 即便是世界上 或者是在中國 在台灣沒有 在中國也產生革命 你說革命一定成功嗎 沒有 沒有成功過 因為革命之後 最後的體制還在那裡 不是革命以後 把最後的體制全部推翻 沒有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你和民國初年就很清楚 所以包括中共的革命也一樣 中共革命以後 它就好了嗎 沒有 還有很多壞習慣 到現在為止還有 所以革命都不容易 把舊的東西破掉 更何況所謂的一般的運動 革命已經很強烈的手段了 那運動是一個很溫和的手段 現在我們尤其台灣 根本就不講那麼暴力 對不對 不像韓國還給你丟汽油彈 對不對 我們這裡沒有很溫和 如果造成的壓力 可是那個壓力究竟是有限 所以就整個大體制來說 學生運動 90年或者今年 拒絕起來的巨大的能量 並沒有辦法真正撼動 整個自由的體制 至少短時間之內沒有 可是我們長時間 它會有影響 因為它究竟是續集那麼多不滿 才會有那麼多人在那裡佔領立法院 有那麼多人去供佔行政院 甚至有那麼多人去遊行 都五十萬人對不對 它終究是代表這個社會有這個需要 所以這個社會有這個不滿 從這裡宣洩出來 所以這個社會一定會因為這樣會改變 可是改變得很慢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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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